人生旅途关爱有加 悲美爱加财货营 由悲美爱加奶粉 拓越冠名播出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来分享 超级妇女党的ClubMed海岛游 妇女二人从印尼的明丹岛 来到了马来西亚的真拉丁湾 这里的ClubMed是亚洲旗舰店 不仅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连体木屋建筑 而且呢 充满生命力的海滩和植被丰富的热带雨林 也让妇女二人和自然来了一回亲密的接近 村内丰富的活动呢 还让妇女两人各自拥有了珍贵的旅行纪念品 当然除了在度假村里活动 妇女二人呢 还来到了村外去了解马来人的传统生活 好了 那么这次旅程又会有什么样 惊喜有趣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哎呦 我是梁小南 我是梁木鱼 咦 我们是妇女俩 告别鸣甘岛 这一战 梁又南和梁梦鱼 这对超级妇女浪 又来到了 被与马来西亚东海岸的真拉丁湾 在这座被热带雨林包裹住的 亚洲最大的Clubman的住宅村中 妇女二人 又会有哪些新的机遇呢 赶快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嘞 好 好 午后十分 刚刚抵达度假村的妇女俩 顾不上休息就整装奈方 准备前往真拉丁湾 生机勃勃的海滩 去捉螃蟹 作为全球连锁度假村集团 Clubman一共拥有遍布世界五大洲的 八十多座度假村 并且全部实行一架全包的度假模式 也就是说 当你预定房间时所支付的费用 实际上是包含住宿 餐饮 以及参加大部分村内活动的套餐价格 所以只要你身在村内 就几乎不会再有额外的开销了 这不 因为考虑到海滩与客房距离太软 这拉丁湾的Clubman度假村 还专门准备了免费的小火车为你代步 只要你沿着这连通村内 所有建筑的长廊一直走 便能够轻轻松松的 找到火车站的位置了 哈喇 爸问你 跟这儿跟明天岛有什么不同啊 你发现了没有 这儿的这长廊特别特别长 发现了吗 而且都是木头做的 这块是 就是木结构的最长的那个高脚屋 就是这种高脚屋啊 它都是用木头的长廊连接起来的 每一座都连接起来的 是不是 就像爸爸说的 这种物质结构的建筑风格 正是真拉丁湾Clubman度假村的特色之一 但采用这种高脚屋的设计 可绝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这种佣母装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